最能体会食材的鲜味和原味 当属广东菜 它讲究的是鲜嫩爽滑的口感 广东菜在口味上 以生 脆 鲜 淡为主 还有五滋 香 松 臭 肥 浓 六味 酸 甜 苦 咸 辣 鲜的说法 有家老字号还保留了传统风味的佳肴 方师傅 我们两个人吃饭 你这么多菜怎么好意思呢 小意思 小意思 那我先吃什么呢 先吃鸡肉吗 不好 我们广东人下饭之前 最好喝一碗汤先 是 因为广东人喜欢喝汤 今天我为你准备的是西洋菜煲排骨汤 这一道菜是很滋润 下火的 通常我们喝汤就叫做煲汤 为什么广东式的叫做老火汤 老火就是它熬了两个小时以上 我们就叫做老火汤 清汤的话只是熬了半小时 所以煲两个小时以上的叫做老火汤 对了 对了 两个小时以下就是叫做清汤 这个肯定超过两个小时 现在我终于了解了 广东人吃饭一定要先羊肚汤 先暖胃 让这个胃口大开 就可以吃多一点了 对了 对了 现在到我们来的就是玉兰鸡 玉兰鸡也叫做精华玉树鸡 那顾名思义精华应该是精华火腿的意思 对对对 那这个看起来不大像精华火腿 对这个是羊火腿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改变呢 精华火腿的味道就比较浓一点 在现在的饮食方面就注重清淡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用羊火腿来代替 味道感觉有点像这个海南鸡饭 我们跟海南鸡饭就不同 因为海南鸡饭的鸡 它是用的比较大肢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鸡就比较小中的 鸡肉就比较嫩 全部的骨已经退出来了 所以吃起来就很顺滑这样 这里我也看到这个鱼头 广东人也喜欢吃鱼头 对这个是松鱼头 是淡水的 而且我知道说吃这个鱼头 对人的脑部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这个松鱼头 它的鱼头里面 它有一个鱼云 我们叫做鱼云 就是在鱼鳝的后面 这个东西 它很滑的 各位观众 就是这一块 整块这样吃吗 也可以 没有骨的 你感觉怎么样 很滑 很滑 怎么会那么滑 就好像 感觉就好像 吃猪的油 对了 感觉就很滑 好顺滑 其实它不是脂肪来的 那师傅 广东菜的特色在哪里 因为广东是鱼米之香 它的材料真的非常的充足 我们一定要尽量的把它利用 所以我们很注重它的原汁原味 它的口味比较浓一点 所以就是说广东人吃的东西 口味比较重 嗯 为什么比较重呢 在南方 大多数就是 下农田 所以有出汗的 这口是淡淡的 所以我们广东菜一路来的 注重它的口味很重 不比较开胃的东西 吃东西 所以基本上 因为这个广东人在南方 对 工作 工作量比较多 油比较多汗 所以要吃多一点咸的东西 补充精力 补充它的能力 那就是说其他籍贯的人 没有什么工作 也不是这样说法的 在广东街头小吃里 有道菜肴在唐代属于宫廷菜 叫蟹黄王母饭 流传至今 就是现在的沙包饭了 因为用的是沙包 所以也叫包仔饭 或瓦包饭 说到沙锅饭 不同地方的名字 也不一样对不对 新加坡是叫沙锅饭 在香港叫什么 河仔饭 那传统的沙锅饭的料是什么 应该是鸡肉跟腊味吧 腊味包括了什么 有腊肠 有腊肉 有润肠 还有腊鸭 那传统的这个沙锅饭 是没有咸鱼的吗 比较少 我去香港吃的没有咸鱼 在广州吃过的好像也没有咸鱼 不过他们有牛肉 我们就没有牛肉 早期我们有卖 本地有很多人是拜佛的 我叫我是不吃牛 所以我就没有卖牛肉了 好 那吃沙锅饭 要用什么步骤呢 这边 我通常是把这个料拿起来先 所以可以看到料非常的足 对 然后就放一点点油 一点点 这是什么油啊 这是猪油跟花生油混合在一起的 一点黑醬油 最后这边也加点黑醬油 然后就混合 搅拌一下 这里我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重点对不对 对 饭椒 我们广东人叫饭椒 这个算是有点脆脆的吗 对 趁热吃会脆脆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砂锅饭是不是一定要有饭椒 对 没有饭椒 那不是传统的砂锅饭 非常的香脆 对 还有 煮砂锅饭是由米开始煮呢 还是用饭煮的 用米开始煮 为何呢 如果你用饭开始煮 是没有饭煮的 那煮这个砂锅饭 是不是一定要用火炭呢 传统是火炭 只是现在我们因为政府规定 不可以用化灰环境污染 所以我们就半火炭半gain 但是用火炭就有炭香味 对 那个好吃的砂锅饭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个火候要足够 还有它的饭要粒粒分明 不可以烂烂的 烂烂的就不好吃 所以这个算是成功的吗 对 这是我姐姐煮的 当然成功了 每一道美味佳肴看似简阅 可是它的口感层次却非常的丰富 那它背后肯定需要很多的坚持和讲究 想要重温广东菜 一点都不能 今天就邀请了Chef Melvin 将我们准备两道广东菜 Chef 你好 你好 那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广东菜啊 它的这个特色在哪里啊 特色是 比较好 比较讲究原汁原味 调味料比较少 然后一道菜里面不会有太多材料 就是不会盖过其他材料的味道 好 那你今天为我们准备两道菜吧 Yes 第一道菜是什么 第一道是比较传统的菜 叫老少平安 我们用Fish paste 就没有鱼果 老人跟小孩子都能吃 所以是因为鱼浆的关系 老少嫌疑 对 好 第一个先用什么 豆干 我们要弄烂它 弄烂 弄烂 对 弄烂 豆干 豆腐都可以吗 不能 一定要用豆干 一定要用豆干 因为豆腐太软 还有太多水分 所以差不多 好了 这个其实如果是你自己要吃口感多一点的话 那就不要太碎 对 要它细一点的话就给它捏碎一点 对 OK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就探紧那个Fish paste 鱼浆 鱼浆 如果找不到鱼浆 你可以买新鲜的鱼肉 对 这是生的 生的 所以把它搅烂了 搅烂 就变成鱼浆 对 放一点点的菜油 菜油 可以给它滑一点 好 我们加进去 所以它的分量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豆干 一半鱼浆 那其实这个鱼浆你有调味过吗 只是放胡椒粉 跟一点点的盐 OK 对 因为蒸熟了我们会再放酱油 我在想 如果说你想要好玩的话 你也可以捏一个形状出来 对 可以 如果蒸给女朋友吃了 可以放一个鱼 好 这样你就当我是你的女朋友就好了 蛤 你要吗 不要 我们要做一点比较男人的形状 OK 多一点点 那最后这一边 你再加多一点鱼浆 用处是什么 就好像 绿 就是给它比较凝固一点 因为豆干还是有水 所以如果鱼浆放不够 它会散 它的厚度是不是决定它的时间 蒸的时间 对 我们现在的厚度差不多是一厘米 一公分 一公分 所以要蒸多久 差不多八分钟 对 好 OK 所以现在我们弄好了 好 可以拿去蒸 好 就这里吗 好 我替你按一下 这个 好 好 好 八分钟时间到了 是 好 小心 好 好 首先加 调味料加些什么东西呢 麻油 麻油 麻油的香味忽必而来 对 接着下来这个是什么 酱油 现在就放 点缀 点缀 肉松 加肉松除了是点缀之外 还有在口感方面有改变吗 有 广东菜很讲究平衡那个味道 所以每次我们煮东西都会加一点点的糖 所以肉松有一点甜 所以这会变成那个甜的味道 好 那这道菜平时都会吃吗 这道菜是比较家常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家里自己做 但是有没有在一个特别的季节才会吃多一点 这道菜是冬天 就是很多人吃广东菜就是以为 就是很多糖 很多羊 烧鸭那些 可是慢慢学就懂 广东菜也有季节的 那其实广东人 吃东西有什么不挑的吗 没有 什么都要挑 就是你的妈妈会比较辛苦一点 会 她每天煮给我们家人吃 我爸爸一定有东西挑的 没有一天说今天完美 没有 一定有 可是很少 好 这天就是完成了吗 对 现在可以试吃了 来咯 吃法要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吗 好 就是好像 我们要拿我们前面 不可以拿 远一点的 所以就在我前面的这个部分 是我的 对 好 所以就是这样挖 我觉得它的层次蛮多的 先来的是那个肉松的甜味 之后我就觉得奇怪 这么一点都不咸 会不会太甜了 但是它的咸味后面就会 慢慢来 之后那个麻油的味 麻油的味 但是如果我自己想的话 咸蛋黄 捏碎加进去 都可以 咸鱼也可以 好 继续吃 随着现代人的口味变化 那现在煮东西 味道也要慢慢地不同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是做一个广东菜 但是这个广东菜又加入你自己的元素 对 灵感是从点睛 修卖跟哈膏 最常见的 那么先说一下这个材料有什么 有袋子 木耳 肉碎 虾膏 然后调味会是用 好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本地非常出名的 这个黑胡椒螃蟹酱 虽然是说是螃蟹酱 但是也不用 一定只可以用在螃蟹 好 现在马上可以开始了 好 我们现在会先做那个 饺子的皮 好 所以我们会用袋子 包起来 对 敲给它扁 是 这样就OK了 嗯 现在我们会做馅料 是 所以这个就是猪肉 肉碎 下膏 然后木耳 木耳其实扮你的爵士就是让它有点Q的感觉 对 加一点麻油 好 这个开了 闻一下 非常重的这个黑胡椒味 很香 很香 好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搅拌 它味道已经这么强了 是 所以不用用太多 这样就OK 所以现在你可以帮我包吗 可以 好 好 感觉上就好像在包这个虾饺 对 包这个羞麦一样 对 可是等下我们煮好了 摆盘的时候 就会像哈膏 现在在包的时候像羞麦 对 吃的时候像哈膏 对 有意思 袋子它不需要煮太久的时间 但是肉类我觉得要煮久一点 那如果煮久一点 让它全熟的话 那袋子会不会太熟 不会 现在我们是用水煮 水煮 水煮的方法 它是整个包起来的热气 所以它会很均匀地煮净 它的那个料 是 好 现在是用那种酱汁吗 对 水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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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会加入什么呢 一点点的橄榄油 对 然后 牛油 为什么要先加这个橄榄油再加牛油 牛油才不会烧焦 可以烧焦 好 所以牛油 牛油 差不多融化了 融化了 我们就加牛肉 好 牛肉我切得很大块 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拿出来 好 所以这个只是要它的香味 对 因为煎鸡是烟熏的 是 所以只是给那个味道 这个煎鸡是什么煎鸡 什么煎鸡 煎鸡 大的后鸡 不是肚子 所以肥肉没有那么多 对 好 所以煎鸡的油已经放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加鸡皮 好的 好的 所以现在就要调味 要加什么去 香茅 香茅 是 所以不用吃了 只是烧焦 让它味道出来就好 然后炒在里面 然后一点点的黑胡椒 是 你要开火吗 等一下 好 好 再来一点橄榄油 现在才开 因为如果你的火你一直开 它的皮会变黄 过熟 对 给它冒烟 好 我们就可以关火 这个香茅其实它的用处 就是让它有一个味道 对 因为我们很多油 所以香茅是柠檬 像柠檬的味道 会割出那个很油的感觉 哦 好的 基本上就好了 好的 好 好的 所以把鸡皮拿出来 就是说你不要用这个鸡皮 也一起跟它一起搅呢 因为等一下它的鸡皮 它的口感会有鸡皮 硬硬的口感 哦 对 不会那么顺滑 对 搅拌一定要加一点水 对一点 好 一点 一点点 一点点 海盐 胡椒 和 三宝 对 好 好 好的 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煮我们的带子饺子 带子饺子 好 所以滚了 好 刚才你说这个饺子要煮八分钟 八分钟 如果弄得比较大力就久一点 好的 好 好的 现在熟了 是 其实它跟 平时的饺子也一样 熟了它也是会浮起来的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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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加这个东西是什么的 所以我还会加什么东西 呃 葱 葱 青葱 大功告成 是 所以这个是灵感来自烧麦还有哈膏 哈膏 虾脚 最喜欢的两个点心 总分十分的话 你给你自己打几分 七分 七分 嗯 太谦虚了 我觉得我会给你十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创新的这个菜肴 谢谢 其实创新的菜肴 还保留了这个广东菜的精髓 真的是厉害 谢谢你 厉害 谢谢你 要谢谢你Chef 谢谢 谢谢 我要再继续吃多一点的 不 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